黃副,針對台北市長柯文哲早上表示說,您不是他的接班人,也不是合夥人,但您是最好的台北市長當選人,您怎麼看呢? 這個選舉是我在選,我曾經是台北市的副市長,這是不可抹殺的事實,我也是因為在台北市擔任副市長,我才確定我有資格跟有能力來帶領這個城市,所以現在是我要選舉,未來四年跟八年事情都是我在做 市長,請進入座,市長想問一下,昨天吳輝在節目上說,您是黃沙沙全力上最大的共同,您怎麼看,而且他還說要跟口池安全距離,市長那時候他現在,現在有了高鴻安的助理會在背負,說那連客人的名字,市長要上角,我們非常歡迎柯市長今天能夠歷臨現場,我們又再次歡迎我們的柯市長,市長好 我們當年都是支持民進黨的,黨政軍退出媒體,是哪一個政黨當年的主張,那現在呢? 我們也是問我們那些民進黨的朋友,沒有人敢大聲的跟我回答,他們也覺得實在是太丟臉了 今天不只黨政軍沒有退出媒體,根本就是黨政軍就是媒體,我到現在還很納悶,新竹到底有什麼敬不得人的事情? 需要簽全黨之力,甚至要藍綠合作,去阻擋高安,我覺得越打越離譜了,我覺得實在太過分了 人家說沒有拚力了,攻擊才是沒有拚力,國家的力量在國民前提,我們還是希望說台灣人民,就對這種惡俗的選風,表達他的討厭,甚至是憤怒 高安因為身體不適,基於我們醫生的專業,叫他先休息一下 那麼今天當然是為了高安的事情,來開這個記者會 不過我們凡事不以個案處理,我們一向都是從個案看通案 今天會召開這個記者會,其實我認為台灣的民主自由遭到危機 民主自由是我們相信的價值,也是我認為台灣在與中國大陸競爭當中最重要的對比 我們當年都是支持民進黨的,黨政軍推出媒體是哪一個政黨當年的主張? 那現在呢?我每次問我們那些民進黨的朋友,沒有人敢大聲的跟我回答 他們也覺得實在是太丟臉了 今天不只黨政軍沒有推出媒體,根本就是黨政軍就是媒體 那麼選舉有攻防,我也認為選舉的話一定會接受社會的公平、考驗 這個我們也不覺得奇怪 那我個人選過2014跟2018的台北市長 我也經歷過MG49跟葛特曼事件 當然是這樣,這種案子當時也是鋪天蓋地,在打 其實事後大家知道事過境遷,不要說沒有人關心 大家也知道說那就是假的 可是當時對當事人還是有一種很大的情緒上的困擾 我以為說MG49或是葛特曼事件就已經是極限了 所以我沒有想到你知道,在高安的選舉我看到了好幾個MG49、好幾個葛特曼事件集中在一個人 這個我從來都沒有想到說新竹市的選舉會變成全國媒體的版面焦點 這如果死掉未及,當然為什麼是這樣,我到現在還很納悶 新竹到底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 需要這樣請全黨之力,甚至要藍綠合作去阻擋高安 我是不曉得為什麼 我們看看高安在這場選舉當中,他遇到的抹黑 從那個美國新進大級大學的博士不能說他抄襲 然後後來就越打越奇怪 他是補習班,是讀補習班才考上台灣大學的 是因為特權才進北印尼 然後那個北印尼的越以其隊的智力是假的 甚至齁 再說他自策會是違法兼職 我心裡想到奇怪,如果他今天沒有出來選舉 他還跟蔡英文總統做簡報 還給陳建仁副總統頒獎 是什麼國家科技人才 他不選舉的時候都是說他是科技人才,國家重要的人才 怎麼一起選舉,全部都改掉了 而且資策費怎麼可以隔一個禮拜 講的話完全不一樣 那最近就開始打到,我覺得越打越離譜 現在開始打他的助理,打他的男朋友 而且開始受人家是貪污 問題是,我覺得政治不可以這樣 你每打一個題目,人家就回說 去找政治出來說不行,再換個題目再打 不行,換個題目再打 我覺得實在太過分了 打人家說不拚,攻擊賽是不拚 所以我們今天召開這個記者會 我們也是對台灣人民做一個呼籲 對我來講,不管是執政或者是選舉 他是一個改變政治文化的社會運動 他是很不幸的 其他人都把盛選當作真正的目標 然後在這個大帽子底下,合理化他們所有的行為 也就是為了盛選不擇手段 真的選上又又怎麼樣 三連五億的棒球場修建可以變成12億 大新竹的車站計畫從65億變104億 更不要說當時信誓旦旦 8400億的前瞻預算,現在做到哪裡? 8400億的防疫預算做到哪裡? 陳時中會是全台灣醜問值最高的,不是沒有原因的 所以我們給他8400億的預算 在去年的時候,我們打一支疫苗是多麼的卑微 好像做小偷一樣,偷偷去打殘忌 為了打一支疫苗要跑到跌倒 所有這些,當然是這樣 我們希望是,我們還是直接訴出國民 我也認為國家之力量在國民全體 我們還是希望說台灣人民可以對這種惡質的選風 表達他的討厭,甚至是憤怒 所以我們這次選舉用民眾新計畫當作主題 民眾固然有台灣民眾黨的含義 心相對舊老總是比較正面 其實最重要是希望這兩個字 現在整個台灣社會普遍的氛圍 對民進黨是失望 他轉過頭去看國民黨又覺得絕望 所以有時候投給民眾黨一票 其實真正的意義是投給自己一票 投給台灣的未來一個希望 好,謝謝大家 我現在回應大家今天很關心的就是中午出來的一個訊息 就是高宏安委員是不是住院的狀況 好,我這邊來代為轉一個聲明 他是說他在昨天上午總質詢之後 行程中身體不適 是經過了同仁建議 復醫就診 醫師診斷之後 安排進一步的檢查 並且留院休養 他表示呢 這段時間因為大量的抹黑事件 他為了要自證清白 常常這個得熬夜 要來整理資料 導致過度的疲勞 不過呢 為了新竹的市民 他會為了對抗抹黑 還給台灣正面的選舉 他會堅強以對 這是高宏安委員代為轉達的一個聲明